大家好 今天中澳之间关于乌合麒麟 发的漫画 今天的澳洲的风向似乎开始变了 澳洲总理今天也出来说话了 他说不希望因为这么一个漫画的原因 造成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 我听到他这个话之后 首先我对他这个态度表示肯定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莫里森 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 不是说乌合麒麟 不是说中国小画家画一张画 就引起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仇恨也好 矛盾也好 我觉得你这个话应该给谁说呢 应该给阿富汗人民说 知道吧 一幅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事 截止目前我似乎没有听到澳大利亚政府 包括莫里森本人 针对澳洲军队几年前在阿富汗行动当中 虐杀残杀 阿富汗平民 包括俘虏 这件事情对阿富汗政府也好 人民也好 致歉 忏悔 你有听到吗 没有吧 所以我觉得莫里森你不要冲中国人说 中国人是替 你的罪行表示愤怒 对阿富汗人民 表示惋惜和痛心 所以说这话呀 你最好 扭过头朝着阿富汗老百姓去表达你的歉意和忏悔 这个是比较正确的 另外一个呢 今天咱不谈这个澳大利亚 咱谈一谈啊 就是针对这次中澳之间的因为一张漫画啊 引起的这个冲突 我想谈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法国 法国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 这两天出了这个事之后啊 法国媒体包括法国政府也出来说话了 当然啊 我们这个不看是吧 光想你也知道 对吧 作为西方阵营 作为白人这个圈子 他肯定是站在澳大利亚政府这一边的 那么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是什么意思呢 呃 我这个题目叫 只能允许我有查理周刊 不能允许你有无和麒麟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啊 这个查理周刊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呢 并不陌生 听到这四个字 对吧 他最初有名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2015年的1月7号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有恐怖分子 手持AK47 闯进该杂志位于巴黎的编辑部 将正开编前会的编辑记者 一棍端 包括总编在内的十名记者编辑被杀 另外还有两名警察 也死于当场 就是来维护治安 来抓歹徒的 有两名警察也被打死 随后凶手扬长而去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被抓住了 啊 那么为什么2015年的1月份 发生了这么一起 所谓的凶杀案 或者说恐怖袭击呢 啊 很多人可能都 也知道个大概 说啊 他发布了这个 侮辱 是吧 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漫画 导致啊 把这个恐怖分子召来了 那具体这个话是个什么话呢 我贴到我这个视频上啊 我希望不要引起一些 这个无端的猜想啊 我们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要批判查理周刊 好吧 这个封面啊 你单看啊 因为它是法语 所以说很多他的这个文字注视 我们看不懂 我就看他这个后来的这个解释啊 我们单看这个封面人物啊 似乎你看不出来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实际上呢 这个封面人物呢 是法国一个著名的作家 叫维勒贝尔 维勒贝克 叫维勒贝克 他刚发表了一篇作品叫屈服 来嘲讽法国有被伊斯兰化的危险 在封面里 这个维勒贝克说 2015年的时候 我开始掉牙了 2022年的时候 我就要过伊斯兰摘月了 那么在另外一幅漫画上 这位作家还说 2036年的时候 伊斯兰国就要进入欧洲了 然后他也配了一张漫画 当然他在这个漫画的下面啊 有一些注视 啊 最重要的就是 这些注视的内容里面 表达了对伊斯兰穆斯林 大不敬的话 最后 这个查理周刊在1月7号还在Facebook上更新了我刚才说的上书漫画 嘲讽对象变成了伊斯兰国的头目巴格达迪 结果啊 在他更新完Facebook一个小时之后 恐怖分子就抵达了编辑部 并开启了这场大屠杀 其实啊 这个恐怖分子对查理周刊 早就看不惯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新杂志 啊 那么这个查理周刊之前就因为两幅漫画就跟恐怖分子 这个伊斯兰国已经结下了梁子 啊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对他发出了死亡警告 但是呢 可惜查理周刊觉得我在法国是吧 这么一个自由民主人权至上的国家 想怎么说是我的自由 结果最终招来了2015年7月1月7号啊 那天的10个人当场死亡 这么一起重大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 其实自2006年啊 这个杂志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发表了多篇涉及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 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普遍的反感和震怒 首先啊 我大家展示一个 这幅画呢 是推车的是一个犹太人 那么坐车的是一个穆斯林啊 那么这这幅画的这个背后的内容我没有查到 但是呢 仅仅是这样一个封面 大家看到这这个杂志的封面 仅仅是这个封面 当时就遭到了穆斯林和这个犹太教的双重的抵制和谴责 结果查理周刊啊 置若罔文 知道吧 你说你的我画我的 无所谓啊 还有 还有 大家看一下啊 这这个 这是什么呢 能认出来吧 就是前面一看 就是默克尔 后面是谁呀 埃尔多安 土耳其的总理 你看他俩是什么姿势啊 而且是默克尔 被按在了一个桶上 那个桶上是欧盟 对吧 埃尔多安在后面干嘛 你自己脑补啊 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太血腥了啊 我就不描述了 你觉得咱不说你的这个政治取向啊 你光看这幅画 你如果是默克尔的老公 你如果是埃尔多安的老婆 你怎么看 嗯 你怎么看 还有 这也是其中的一期啊 这个埃尔多安 以埃尔多安为主角的这么一个封面 这个封面也就引起了 土耳其上一次跟法国之间的巨大的 矛盾和冲突 当时土耳 当时那个埃尔多安都出来 骂法国了啊 但是法国又怼回去了 法国说我要捍卫我的 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对吧 他不觉得查理周刊有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这幅画 埃尔多安穿着底裤 是吧 露着肚子 拿着饮料 右手拿着饮料 左手在干嘛 他在聊起了他 一个女侍从的裙子 我不管你对埃尔多安这个人 是吧 持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评价 你以这幅画来表示你对他的这种轻蔑的侮辱 是吧 我觉得 我说实话 我不敢苟通 啊 我不敢苟通 也难怪啊 埃尔多安后来看到这幅画之后 暴跳如雷 并且埃尔多安本身人家都是穆斯林 对吧 而且你能看到那个他掀起了这个女的那个 那个女的那个女侍从他那个装束 他也是个穆斯林妇女 大家知道穆斯林对于这些东西其实很敏感的 啊 很敏感的 但是不管啊 不管 我就是要这么这么搞你 呃 这一篇啊 大家看到这个也是穆斯林 穆斯林一男一女啊 不知道是不是夫妻 然后裸奔在沙滩上奔跑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查理周堪啊 非常喜欢拿穆斯林拿伊斯兰啊 做调侃的对象 而且经常把他们的漫画放到封面上 知道吧 光怕你看不到 就是故意让你看 就是羞辱你 对吧 你对什么东西最敏感 我就拿什么东西来羞辱你 啊 下一篇 大家看 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了 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 大家能看到这是谁吗 你看他这个轮廓 这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一副迈克尔杰克逊的骨架 他其中的右手啊 抓着自己的那个骨盆 就像是那个骨盆 就像是吉他一样 对吧 左手比出那个比较 他标志性的一个动作 他这 他这个漫画的这个注视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翻译 我给大家不是翻译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因为他都是法语 他说呀 他说迈克尔杰克逊死后 终于变白了 意思就是干嘛 就是嘲讽迈克尔杰克逊 生前可能是对自己做了一些漂白的一些 这个手术也好 美容也好 整容也好 但之前呢 很多人问我 就是他生前的时候 其实问过 有记者问过他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迈克尔杰克逊 你看年轻的时候非常黑 就典型的黑人嘛 然后呢 越来越白越来越白 到他临终的时候 你几乎你看 那个脸都惨白 你发现没 比白人还白 说实话 看上去都有点恐怖 之前迈克尔杰克逊 正面回复过这些问题 他说他不是 去漂白去了 他说是有皮肤病 有皮肤病 但是呢 我还是那句话 死者为大 你无论是 他是在生前 故意漂白的 还是人家真的有病 你以这种方式 来调侃一个 是吧 在这个音乐界 做出巨大贡献的 这么一位 是吧 可以说是最有名的 音乐家了吧 迈克尔杰克逊的成就 可以称之为音乐家了 而且迈克尔杰克逊 本身 反战 对吧 反暴力 这个都是他之前 一直生前所崇尚的 他也做了很多贡献 说实话 音乐会 捐款 到非洲 人家没少干 这个实在事 你然后人家死了之后 你拿着人家一副股价 调侃人家 而且是 又调侃这些肤色的问题 只能说一声叹息 我对于这种杂志的素质 真的是无语 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中国人相关了 大家看 这个在床上 是吧 右边的这个人是谁 一看就是习主席 习近平 搂着他就是谁 是一个穿山甲 穿山甲 这个漫画是什么时候登的 是中国新冠肺炎 刚发现的时候 也就是武汉刚封城的那段时间 懂了吧 那么我一说的一个背景 大概也就 你能猜出来啊 他为什么要发表 这这么一个漫画了 无非就是讽刺什么呢 就是中国 乱吃野生动物 对吧 最后 你自己被野生动物害了吧 对吧 你不是号称什么 这个病菌 那个病毒都是来自于野生动物吗 那么他呢 我发现他很少愿意 就事论事去说一个问题啊 他一定要以这种非常夸张的 有的时候极尽于羞辱的 对吧 极尽于轻蔑的这种方式跟你沟通 那么最后他就以习近平跟一个穿山甲 是吧 同眠共枕 这么一张漫画来表达他对中国新冠肺炎爆发的看法 大家看完查理周刊是吧 我所举的这几个必要的代表性的漫画之后 那么你再结合我这个视频开头说的 法国政府针对这次中澳啊 因为也是因为那么一张漫画所引起的这个冲突 法国呢是站在澳洲的这边 大家觉得 法国有没有脸 啊 法国政府 如果说你把乌合麒麟 他画的 包括今天又画了 是吧 有志莫里森 是昨天还是今天 他又画了一幅 你把他乌合麒麟这两幅漫画和你的啊 一直保护在你的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这个大保护伞下的这个查理周刊相比 你跟他的种种漫画相比 为什么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的查理周刊这些漫画就叫言论自由 为什么乌合麒麟画的这个画就是侮辱了的澳大利亚 你给我解释一下 法国 你解释一下 对吧 在我看来 查理周刊的漫画 他对人对人的侮辱 啊 对人家这个信仰的侮辱 这个严重程度 也远远超过了乌合麒麟画的这两张 关于澳洲 这个屠杀阿富汗平民的这些漫画 尤其是第一幅 就是引的莫里森暴跳如雷的那幅 真的是 而且我们乌合麒麟画的画都是基于事实 稍作了艺术上的处理 但是你看一看啊 再回顾一下刚才我展示的查理周刊的这些漫画 有多少是基于事实呢 你基于事实 艾尔多安聊那个他们家女仆 而且是伊斯兰教的穿着大长袍的女仆的那个裙子 啊 你基于事实 你把习近平和穿衫甲塞一个被窝里了 你基于事实是犹太人推着那个阿拉伯人 你是基于什么事实 我不是啊 我不是说支持恐怖分子对你们血行打屠杀 当然那个我们是必须要谴责和反对的 啊 那个是坚决不能够容忍的 但是在发生那件事之后 你自己有没有做过反省呢 所有的错都是你 都是别人的错 啊 就你对 另外就法国政府也是 你看近今年前两个月发生的那个斩首事件 不是依然是这个问题吗 你同样一个坑你要摔两次 最后你们法国大总统出来 依然替你们说话 对吗 坚决不认错 坚决捍卫新闻自由 坚决捍卫言论自由 你这次乌合麒麟我们国家的这个漫画 你怎么不帮着坚持一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呢 难道中国就没有权利拥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吗 你们天天说中国没人权 没自由 你帮着中国人民寻找自由和人权 我们自己找到了 啊 我们找到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送上祝福啊 难道不是你们法国人帮我们找到的你那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这就不要自由吧 自由的标准是由你们来定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啊中澳之间 这次因为一幅画是吧 引发的这个争端 当然根源不在这幅画 对吧 这具体原因我们就不赘述了 之前我说很多了 仅就这幅画来讲 法国政府这时候跳出来 又发表他那番高论 你觉得可不可笑 可不可耻 要不要点脸 当然脸是不能要的 对吧 要脸的话 能拿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屠杀人家阿富汗平民吗 要脸的话 别人说你两句 你就听不得 你自己做这事的时候 你没有想想这个后果吗 所以千万不能要脸